最近在山西长治沁原县的凌空山镇政府 上午时分突然天降一只 雨色华美长北天仙的美丽大鸟 落在了政府大院里 这只大鸟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鹤马鸡 它应该来自于凌空山周边的山林 据了解 山西省沁原县森林覆盖率达到56.7% 为山西省之首 无数珍禽益寿 棋居在这片绿叶山林中 鹤马鸡便是其中之一 鹤马鸡为中国特有鸟种 数量极为稀少 仅在包括山西沁原在内的 极为狭小的一片区域内分布 而沁原当地的鹤马鸡数量 却在不断增加 其分布和活动范围 也在不断扩大 据当地林草部门介绍 当下是鹤马鸡求偶和育儿的时节 他们为寻找伴侣 采集食物而闯入居民区的情况 时有发生 在政府和志愿者的宣传呼吁下 已在当地群众间树立了 自觉保护野生动物 和主动救助野生动物的意识 群众发现了以后了 都能够第一时间的 或者帮我们林草局 或者是跟大地派出所 向政府联系 然后和我们联系 去接线救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感谢观看